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2年的某天 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迪摩监狱内 一场极烈的争吵正在进行 一名30多岁的黑人男性囚犯 面露凶光地朝着一个女预警大声吼道 快把我之前放在你那里的2万美元还给我 这钱只是暂时交给你保管 并不是供你花销的 这2万美元大低是被花掉了不少 所以女预警并没能拿出钱来 但她不甘示弱 并用几乎同样大声的喊叫 表达了自己花掉这笔钱的正当性 我跟你生过孩子 说吧 怒气冲冲的女预警抄起身边的一个水壶 朝着黑人囚犯狠狠地砸了过去 囚犯和女预警吵架 女预警给囚犯生孩子 如此戏剧化的场景竟然真实地发生在美国的监狱里 着实让人大抵眼镜 这座位于巴尔迪摩市的监狱 在一百多年间一直都没出过什么大的问题 新的囚犯进来老的囚犯被送走 运转非常正常 社会观念变化等原因 女性还成为了囚犯的主要管理者 拿着微薄的工资的女预警们 虽然出身贫寒 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 但相对来说都是在尽职尽职的工作 直到2009年 一名叫塔文怀特的黑人男性囚犯的到来 让监狱彻底乱了套 十年三十多岁的塔文怀特 因为故意杀人未遂而被送到这里拘禁 等待后续的审判 乍看之下 一脸憨厚 目光有几分呆滞的怀特 与普通路人甲似乎没有什么两样 但实际上 此人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人物 盗窃 抢劫 买卖违禁品等暴力活动无所不赦 并且他还是 黑人游击家族的黑帮头目 黑人游击家族是一个于上世纪60年代 在美国监狱中成立的帮派 成员大多数都是非洲裔的美国男性 该帮派的宗旨之一 是为了维护所谓的监狱尊严 巴尔迪摩士所在的马里兰州 就是他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 如今怀特被关进这里的监狱 真可以说得上是 如鱼得水 等到监狱中原来的黑帮老大离开后 他成了囚犯中说一不二的人物 从此开始放手经营自己的王国 他让手下人找机会接近狱警 故意犯一些小的错误 来不断试探狱警的反应 因为适当力薄 加之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 很快一些女狱警 就对囚犯的错误行为 听之认知 眼见有机可乘 接着怀特便与外面的人联络 让中间商送来钱 珠宝等贵重物品 开始对这些狱警进行贿赂 或许因为收入微薄 或许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些身为执法者 本应当严格看管囚犯的狱警们 竟然一个接一个的沦陷了 尤其是那些老资格的狱警垮掉后 新来的没有经验的狱警 也同流合物 不敢再多说什么 就这样 怀特成功取得了监狱的控制权 犯人从此 不再像过去那样被关在牢房里 他们可以在监狱内随意走动放风 颇为自由 很快犯人们需要的围禁物品 也被送进了监狱 而这些围禁物品 正是狱警带进监狱的 被收买的女狱警 主动承担起了中间人的职责 他们把手机 香烟 处方药等围禁物品 藏在自己的头发 衣服 或是鞋子里 从外面带进监狱 交给怀特进行贩卖 为了促成怀特的生意 女狱警还带 为私运信用卡到监狱里 交给那些对围禁品 处方药等东西 有需要的求犯 于是在狱警的帮助下 一种怪异的交易链 在巴尔迪摩的监狱内形成了 而居于这个交易链顶端的人 就是怀特 因为货品稀缺 怀特经常能以高出几倍的价格 卖掉自己的货物 比如外面 一瓶十美元的纸腾药 到了监狱里 就卖到了三十美元 所以他赚到的钱 非常可观 怀特本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道 我一个月至少赚到 一万五千美元 这笔钱抛去必要的贿赂和成本以外 大部分都落到了怀特本人的口袋 有了更多钱的怀特 对女预警的控制能力 也进一步加强 他不断地送钱给女预警 有时甚至送钻戒 或是名贵汽车 有的女预警尽管已经有了家事 但依旧顶不住这种巨大的金钱攻势 纷纷向怀特投怀送报 前后 共有13名女预警 被怀特成功收买 至少有6人 与怀特发生了性关系 其中4人甚至给怀特 生下了5个孩子 10年30岁左右的詹尼弗 既是财务管家 也是怀特最为信任的情妇 怀特不仅把银行卡交给他管理 还给他买了两辆奔驰车 他也两次为怀特怀孕 还有一名叫凯特拉的 24岁姑娘 也给怀特生下了一个孩子 作为报酬 他也得到了一辆白色奔驰车 这两个不知道是为情 还是为情所迷倒的女预警 后来又都在自己身上 闻上了怀特的名字 原本是作为看管囚犯的地方 就这样成为了囚犯的后宫 在情运里成为人生赢家的怀特 从此乐不思蜀 得知意满的他 给外面的朋友通电话时 经常满口脏话的炫耀称 在境运内自己就是法律 任何事情都必须要经过 他的点头才行 怀特和手下人如此蛮横放纵的行为 也引起了那些平日里欺压囚犯的不满 这些人在离开后 就会找机会举报狱警里的事情 一来二去 巴尔蒂摩监狱成功引起了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他们通过监听电话 得知了狱警内令人堂目结实的事实 监狱已经失控 彻底变成了囚犯的天下 囚犯在监狱作威作福 这还了得 相关的调查和搜捕行动 在随后展开 监狱的管理人员遭到侦讯 怀特经营了数年的王道乐土 很快土崩瓦解 2013年 逍遥了四年的塔文怀特 被送上了法庭 也许是为了将功赎罪 也许是为了拉更多人下水 他向检察官 把那些和自己有来往的人 基本上都给举报了 怀特的做法让检察官大为感动 因为揭发行为指出 警察系统里与黑帮有往来的人 等于说是斩断了黑帮 做生意的一条路 而怀特本人很有可能遭到 其他心存不满的 帮派成员的打击报复 为此检察官称赞怀特的做法 超过了帮派成员 有很大的勇气 之后检察官又向 量刑法官请求减刑 正是由于怀特的合作 我们才能在这起诉书上 再增加一串名字 最后怀特成功获得了减刑 他的新刑期被定为12年 而这12年的刑期 将包含在此前 以谋杀未遂 被判处的20年期刑内 换句话说 他这几年在监狱里 搞的乱七八糟的事情 就算过去了 怀特本人实际上 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但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除了塔文怀特以外 被指控涉嫌监狱丑的 还有另外40多人 其中包括女预警在内的 24名监狱人员 他们一并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之后 怀特被转移到了新的监狱 具体的监狱位置和细节 则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至今不为外界所知 那座狠狠打了美国 法治脸的巴尔迪摩监狱 在这件丑闻被曝光后 被当时新上台的 马里兰州州长 拉里怀根下领关闭 里面的犯人也都在几周内 被转移到了新的地方 看管起来 但监狱 已经同塔文怀特的名字 紧紧绑在了一起 以至于人们只要看一眼它 就会想起 这桩让美国颜面扫地的丑闻 有人更称之为 美国最糟糕的监狱 州长霍根只好又下达了 拆除监狱的命令 只保留其中 有历史价值的部分建筑 2019年 耗资2700万美元 预计工期14个月的监狱 拆除工程 获得批准 但拆了这一座监狱 真的就能遮住丑闻了吗 一二道零说的就是这种事情 在美国成百上千的监狱内 在布满铁丝网和电网的高墙之下 美国究竟还隐藏着 多少不堪入目的丑闻 我们无从得知 唯一能肯定的是 巴尔迪摩监狱 不是美国第一座有丑闻的监狱 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